HELLO 各位觀眾是日仔 歡迎來到本期的灣區生活通 相信大家平時在內地買送、買生活用品的時候 去到最多的就是三網超市 大家又知不知道怎樣手機線上購買呢? 以下我就講解三種網購三網的辦法 首先我們可以直接在三網的官方應用程式上落單 這個就需要有三網的會員才可以下單 此外,現在微信還專門開通了三網官方的應用小程序 登陸六個人會員帳號就可以網購 因為兩個都是官方的渠道 版面的設計都是基本一樣的 使用的習慣都是一樣的 配送服務就分為極速達和全程配送 極速達針對的是靠近三網超市 或者在市中心的區域 一般早於當晚8點落單 當日3小時內就可以送達 新鮮的食品有貨當日也會送達 全程配送主要是針對較偏遠的地區 一般第二天送達 不過都要看附近的三網有沒有這個商品的庫存 有時候都需要調貨的 價錢方面就是官方定價 極速達一般滿99元就可以包遊 第二個線上購物三網的辦法 大家可以前往京東進入山武旗艦店 進行選購 品類基本都會含蓋 一般來說 早上的10點落單就可以當日送達 配送服務就由京東那邊完成 一般情況下滿99元都可以包遊 這個渠道網購就不需要山武官方會員了 但單國商品的價格也會高一些 差距從幾元到十幾元不等 雖然聽起來不是貴很多 但選購的商品如果多的話 加起來價格也比較貴 如果沒有三網會員的小夥伴 想嘗試一下三網的零食等等 可以通過這種辦法來嘗試 此外在京東購買三網商品的時候 平台也標注了三網會員價格和京東價格 並且也有開通會員的跳轉link 讓大家更加直觀去比價 方便大家進行對比選購 考慮是否要加入會員 第三種辦法 就是在淘寶、閒魚等應用程式上 去搜索三網 會有一些代買商家聯繫落單 代買自然單價方面會貴一些 這些商家有三網會員 他們在官方手機應用程式幫我們落單 額外收藏一些費用 一般費用在20元以上 上不封頂 取決於大家購買的糧 如果選擇這種方式 可以多問幾個商家的價格 對比過後再進行選購 不過一定要通過 限於拖稿平台的方式 進行轉賬購買 切勿私下轉賬 保障財產的安全 講完三網購的方式 大家又想不想知道三網會員的區別? 我就跟大家來詳細對比講解一下 目前針對個人會員 三網可以辦理普通會員和卓越會員兩種 三網的普通會員 每年的年費是260元 是三網的最低門檻會員 辦了這個會員後 你就相當於擁有進入三網購物的入場券 可以在全國的三網門店 三網應用程式 三網京東旗艦店全程度進行使用購買 辦理會送一張親友卡 相當於兩張卡 可以給家人或親戚朋友使用 第二個會員 三網的卓越會員每年的年費是680元 每個月會上一張15元的運費券 並且有積分反例的這一行 卓越會員卡可以享受每筆2%的積分反例 雖然只有2% 但是 打個比方 假如你是三網使用了卓越會員 買了一個iPhone 14 Pro Max 消費了11000元 卓越會員的積分功能就可以在下個月 幫你反例220元的現金券 除以消費超過220元就可以使用了 每個月最高可以販500元 每年最高販6000元 而且 付卡的消費都會販你住卡 此外 每個月出越會員可以獲得一張洗車券 目前洗車服務覆蓋廣東城市 甚至有深圳廣州和珠海 總結來看 如果主卡和副卡 一年下來平均的消費 可以達到每個月1500元到2000元 那辦理卓越會員應該就是民超所值了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消費水平 來決定要開通哪個會員 好了 了解完3號的網購方式和3號會員的區別 觀眾朋友在選購的時候應該都會更加清晰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灣區生活通 如果大家想了解灣區生活的其他方面 快點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會持續更新相關的內容 記得節目關注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動態啦 最後也麻煩大家給like 我們支持一下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